大家好,我是丹塔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恐怖故事第九集 第984第二集 因为最近城里有个夜行者 喜欢入室杀人 于是泽维尔、雷雷、大壮、蒙塔纳和小布 来到红布营地 打算给夏令营的孩子们当副导员 期间听说了叮当先生大屠杀的故事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 叮当先生已经从医院里逃了出来 而夜行者居然也跟来了营地 上一集出现的精神病院医生 发现了叮当先生揉在角落里的报纸 明白他是冲着老板娘来报仇的 电话总打不通 他便只好连夜赶来了红布营地 只不过老板娘似乎并不欢迎他 哪怕他是来提醒他叮当先生越狱了 却他暂时先叫红布营地关闭 老板娘表现得并不恐惧 反而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枪 他说天助自助着 叮当先生当年没有杀死我 这次他再出现 我一定会杀死他的 见到不听劝 医生无奈地离开 就在他开出红布营的路上 车突然爆胎了 后面有辆车 很快朝他开来 好像要来帮自己 他摇下车窗 直到听到后面要是喘叮当作响 他开始恐惧起来 是的 这个人就是叮当先生 医生就这么被杀 而叮当先生这次也割下了他的耳朵 营地的几个人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这么多事 只有小布接电话那会惊魂未定 又看到电视报道加油站大叔被杀的新闻 媒体猜测是不是夜行者干的 那不就意味着夜行者出现在这附近了吗 突然老板娘进来打断 天都黑了 男女还共处一室 明天孩子们就要来了 大家都要养足精神 将男生们都赶走 并告诉大家 二十分钟后就会熄灯 小布还处于惊吓中 蒙塔娜安慰他 大家都觉得 小布自从被夜行者伤害过 对一切事物都有点反应过度 但蒙塔娜理解他 蒙塔娜小时候有点胖 母亲就将他送去了减肥营 这对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孩子来说 犹如地狱 黑夜就像恶魔一样 蒙塔娜打开心扉 小布也聊起了自己去年夏天的一场经历 他要结婚了 那个人对小布很好 只是有点暗示醋 起初小布以为他就是有些紧张 直到他不快地问伴郎 为什么昨晚会在小布家过夜 小布解释到自己一直以来都怕黑 可新娘前一晚又不能见新郎 才让伴郎过来陪他的 他只是在沙发过了一夜 什么也没发生 可赵夫哪里相信 他从衣服取出枪 接连将伴郎和小布的父亲杀了 最终自己也开枪自杀 听了小布的经历 蒙塔娜突然忍不住亲了他一下 小布一下不知所措 说要出门吐吐气 四个男生来到浴室准备洗个澡 周人才发现这里毛巾香皂都没有 精致的泽威尔照折回去拿他的沙滩巾 就在这时 老板娘看了看表 洗灯时间到了 他拉下电闸 整个红木营地变得更阴森诡异了 就在泽威尔四处张望的时候 被人一把抓到了车上 两人是认识的 当然了 他只是泽威尔的金主爸爸 上一集他在加油站听到了留言 也是爸爸给他留的 泽威尔从前是个隐君子 是爸爸救了他 毕竟受人恩惠 泽威尔只好答应爸爸去拍g片 可他并不是个g 他就只是想做个真正的演员而已 并且他说过只拍一部小黄片 可爸爸掐着他说 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做 我就把这片子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泽威尔惊悸之下 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替代人选 剑术的小胡子 他带着爸爸来到浴室门外 透过一个洞口 爸爸看到正在洗澡的小胡子 瞬间惊呆 他两眼放光 回过头来继续欣赏 泽威尔也趁这时偷偷溜走了 突然一个神秘人出现在爸爸身后 一刀结束了他 是听当先生吗 正式的医务室小护士 正在房里听歌 扮着钥匙声 听当先生出现在他身后 而小布全然不知危险 坐在湖边 一只尸体突然飘了过来 耳朵还在渗血 可能是刚刚被杀的医生 小布吓得连忙往回跑 却一面碰上了夜行者 他一刀没刺中小布 小布拿起旁边的铁棍 将他击倒 逃进了林子里 而追赶他的夜行者 突然被一个人撞到 这个人居然是第一集 已经死了的发带男 他怎么又活了过来 还说了两句奇怪的话 你不该来这的 当夜行者要杀他的时候 他说 不 我不是死在这的 夜行者阿花不说 割了他的喉 小布淘到一处电话亭 电话根本打不出去 他正跟蒙塔娜 说着刚刚的遭遇 不远处的夜行者 也在窥视着他 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 你不该在这里 是发带男 夜行者这下懵了 又朝他身上刺了一刀 搜出了他的工作牌 他竟然是1970年 夏令营的辅导员 也就是说 14年前 叮当先生的那场大屠杀 他也在场 那他不早就死了吗 并且刚刚 不是也杀了他一遍吗 夜行者还没想明白 发带男 居然消失不见了 于是他决定 暂时先放过小布 去老板娘那 打听一下 到底是什么情况 出乎意料的是 老板娘对他并不排斥 还帮他包扎伤口 对比起刚刚好意来劝告他的医生 他对这个满口 我是为撒旦服务的人 出奇的友善啊 听到他说他杀了不少人 也不惊讶 反而愿意倾听他的故事 夜行者的真名 叫理查德拉米雷斯 上一集我们聊过 他是美国80年代著名的联欢杀手 他也有一个惨痛的童年经历 母亲怀他的时候 在一家写厂工作 吸入了大量化学药剂 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还没出生 就以身中剧毒 父亲喜欢虐待他 他还有一个堂哥 这也是他走向风魔的开端 堂哥是个特种兵 参加过越南战争 理查德很小的时候 堂哥就会给他看 自己在越南杀害的女孩们的照片 堂哥告诉他 在越南你可以做任何事 一次 他还当着理查德的面 枪杀了自己的妻子 这段回忆 也是真实的夜行者 理查德拉米雷斯的经历 当他从堂哥的口中听到 生命可以如此轻易被践踏 他的内心也开始走向扭曲 老板娘听完他的故事 只说了一句 很多事情 甚至那些你做过的可怕的事 都可以看作是上帝的旨意 这样的话 做坏事就不用感到内疚了 他继续说 关于自由 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两件事 上帝和创伤 他现在就是找那个法带男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还请夜行者 不要在这个营地杀任何人 另一头的小布 还在跟蒙塔娜聊着 就听到雷雷一声尖叫 他们发现了浴室门外 泽威尔传地的尸体 小胡子往这洞里一看 大家原本以为 这是夜行者干的 只得小胡子 看到他被割掉的耳朵 也正在这时 钥匙声又出现了 几人赶忙跑上车 幸好车发动起来了 一车人欢呼雀跃 一如是小护士 突然出现在车前 他胸前中了一刀 应该是刚刚 遇到叮当先生被刺的 可几个人也走不了了 车撞坏了 护士说自己有辆小车 而小胡子也有辆小摩托 只不过得回红木营地拿钥匙 于是他们便缤分两路 回去取钥匙 另一头的老板娘 也在林子里找到了发带男 他们14年前都是这个营地的辅导员 也认出了对方来 只不过14年过去了 发带男的样子一点也没变 反而老板娘却变了不少 发带一直道歉 大屠杀内殿 他看到满地的血和尸体 看到了现在屋里的老板娘 但他实在太害怕 丢下他就跑掉了 可就在他跑出街道时 一辆车将他撞倒 那个人下来 他看不清这个人的样子 只听到钥匙声 随后就被杀了 并且他仍以为 现在还是1970年 所以他的鬼魂被困在了红木营地里 两个小分队回到了小木屋 小布他们去了医务室 泽威尔他们则回到了宿舍 小胡子找到钥匙正想走 关键时刻 泽威尔却开始自责起来 怪自己把大家带来淫地 而且刚刚浴室门外死的那个人 是因为来找他才被害的 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啊 不远处的叮当先生 看到房里的灯 往一个方向走去 而夜行者也正往一屋时走去 两间屋子的门同时响起 第二集结束 这一集又多抛出了几个谜团 变得更悬疑了 故事是怎么能从叮当先生手下逃脱的 另外 为什么叮当先生不取加油站大叔 和精神病院看守的耳朵 来了红木营地 就开始收集耳朵了呢 还有 发呆男说自己70年 看到大屠杀后 满地的血和尸体 还有站着的老板娘 他并没有看到前面杀手犯案的过程 那会不会其实杀手就是老板娘呢 我们继续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